阿尼玛青雪山 位于青海省东南部的 果落藏族自治州境内 平均海拔6000米左右 是黄河源头最大的山脉 建档利卡贫困户 裁让公保 就住在雪山脚下的年渣村 养牛是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今年裁让公保有了新的打算 除此之外 才让公保还计划买些白藏羊 入股合作社 参与每年年底的分红 现在是羊价最低的时候 但之前申请的贷款 迟迟没有办下来 第一书记扎西闹吴 经过调查发现 财让公保的征信出了问题 他不去的时间不长 二十多天 金额也不多了 我们也是按照 这个国家的相关的政策 去具体地执行 如果是真正他自己造成的 那这样吧 这个事情也不好办 扎西闹吴还没想好 怎么将这个坏消息 告诉财让公保 此刻的财让公保也在发愁 他明白贷不上款 就没钱买羊入股到合作社 参加每年年底的分红 同时自己能不能去合作社放羊 也成了未知数 内心焦虑的他 能做的只是等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临近藏力新年 才让公保一家正忙着打扫卫生 为过年做准备 藏力新年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 今年的藏力新年比春节晚一个月 眼看一年要过去了 才让公保心里一直装着事 他申请的贷款迟迟没有批下来 购买白藏羊的好时机也早已错过了 他本想着如果这笔贷款能够办下来 就用来扩大养牛规模 但现在看来这个计划可能要泡汤了 他再在我们心中查ос 阿姨在各位的地方 用筹冉券 这里是哦 去年轻转的 没准备 馅 你这儿要不要泡色 你还不是中心的 那儿真的挺有空的 一箱 藏式点心 是藏族人家过年 不可缺少的食物 酥油 人参果 曲拉 黑芝麻 青棵面粉和白砂糖 混合在一起 倒入容器中 等到完全冷却后 便成为独具特色的藏式点心 这种藏式点心 在才让公宝家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做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在点心上 用各种颜色的糖果 摆出不同的图案 预示着来年风调雨顺 人畜兴旺 在牧区 家家户户的妇女 几乎都会制作这种藏式点心 70岁的人青棵 是才让公宝的母亲 她想把自己50多年来 制作点心的手艺 传给自己的儿媳妇 才让拉毛 才让公宝的家 距离父母家60多千米 因为交通不便 她与父母见面的次数很少 今年她把父母接到了身边 一起过年 当过民兵班长的人青棵 在村里的父母亲 在村里还是有一定的威望 她看到自己的儿子 与同村的其他人相比 生活过得很拮据 作为母亲的她 心里很不得劲 肉宝和才让公宝 从小一起长大 现在已经是村里的 致父带头人 辛苦了一年的肉宝决定 带着妻子开车前往 170千米以外的县城 采购年货 肉宝在村里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 她和合作社签订了一份长期的合同 同时她自学畜牧医学方面的知识 成了村里的一名兽医 今年肉宝的腰包 比去年又鼓了不少 这多少 1163 1163 给1160 最低价的 给少三块 给1160 1160 由于放牧的原因 过年期间 合作社里的很多木工不能回家 考虑到这些 赚了钱的肉宝 在采购的时候就买足了年货 想着把大家聚在一起 好好过个节 新年第一天 才让工宝一家早早起来 开始梳洗打扮 虽然生活拮据 但他们还是给孩子们 准备了过年的新衣服 在市场中 由于贫困 才让龚宝一家平时过得很节省 这几年夫妻俩为了省钱 没有买过新的衣服 过年了才让龚宝和妻子 拿出了结婚时穿的脏服 平时这些衣服他俩都舍不得穿 这些衣服是冒着 这些衣服的衣服 有类型的衣服 是什么 房间 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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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 探索 我的天哪 我今天要包一包 那我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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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中拉毛是才让公保的大女儿 在县城的寄宿至中学读初一 由于聚少离多 每次见面 女儿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是才让公保最关心的事情 同样作为父亲的扎拉 也关心着儿子一家人的生活 父亲一提到收入 才让公保不太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他不想和家人提起贷款 没有着落的事情 在一旁的妻子看出了她的心思 村里的102户贫困户加入了合作社 社员们以草场流转 和牲畜联户经营等方式 加入合作社是因为有成熟的养殖技术 和科学化的管理 在合作社的牛羊产载率高 短短几年时间 牧民有了可观的收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只羊羊铛合成年后 一只羊羽成年后能卖到2000多元 这个年肉保过得很踏实 才让龚宝已经结束给别人家放牧的工作 照看自家的牛是他每天最重要的事 眼下到了牦牛产宰的高峰期 才让龚宝正和妻子忙着照料怀孕的母牛 一头小牛毒能卖两千元左右 这群牛是才让龚宝一家脱贫致富的希望 每年的这个时候才让龚宝的心总是悬着 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母牛的身体状况 因为母牛能否顺利生产 生的小牛是否健康 对于一个靠放牧为生的家庭来说极其重要 说明前度有发生过来稍后 看看小牛的 Whether牧师有所谓的 看来再说明前度有什么 点低下地 对于就说明前度 你怎么回来呢 你怎么做呢 你怎么回来呢 牦牛是才让公保一家主要的收入来源 与平原地区不同 高原地区环境恶劣 气温低 氧气稀薄 怀孕的牦牛在生产时有一定的风险 小牛毒的健康成长是牧民最为担心的事 从小就放牧的才让公保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它通过牧牛的体态特征 就能判断出牧牛什么时候产载 三十分钟后 黄色的牛产下一头小牛 才让公保第一时间前去检查 小牛毒的健康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立正在家里 回到家中 财让公宝忙着把小牛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 在牧区一头 小牛毒的价格 能卖到两千元左右 涨到成年能卖七八千元 小牛的陆续出生 对于他来说就是增产增收 这也是财让公宝最高兴的事情 电视中正在播放财让公宝的故事 他很激动 这些日子 住村第一书记扎西闹吴 经过各方面协调沟通 总算让财让公宝贷款的事情 有了着落 刚开始我想着 这个参观报贷款的事情 还想着给他说不说 现在给上级领导反映 也通过多方面的查询 这些资料了之后 他的这个财要一千块 问题也不是太大 差不多能解决吧 他说他有什么时候 都要大事 我看到他 是什么时候 都要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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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要大事 都要大事 都要大事 不管用廃 Mexия 这家伙这个? 哪子 זה? 半段«儒кий间》 这家伙这个的给你 这家伙是跟着 没有 mouths 止我 Kizra 这家伙是 牠卻那么多 好 牠的牠 所以你是 winds下起过来 牠从我们新闻极mann 子 Ill긴你的血 通过银行调查了解 财让公保的逾期行为 并非恶意拖欠 由于财让公保所在的年渣村 被当地有储银行评为信用村 根据政策规定 村民享有信用修复的机制 这对财让公保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这对财让公保的逾期行 不 太多了 好 太多了 我必须要用我 不 太多了 我们去煮煮煮的 它就要煮煮的 但是 煮煮煮煮的 很高 不 煮煮煮煮煮的 煮煮煮煮的 今天有储银行的工作人员 到年渣村 为村民当面办理贷款手续 得到通知后的财让公保 立马前往村里的办理点 这笔贷款 对于财让公保一家来说很重要 一路上他不停地询问妻子 准备的各种手续 尽管之前 有了第一书记 扎西闹屋的口头保证 但在贷款办理点 他看到有村民的资格审查 没能过关 等待中的财让公保 心里更是没了底气 你把你们的身份证是相关的材料拿一下 可以 可以 家里五口人吗 三个姑娘啊 从我家里去 你的贷款我们就是今天来正式进行这个树立 完了以后我们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来 要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调查 我原先签字啊 赵会写吧 我一个微信 会写啊 我一下 你的名字赵文啊 嗯 我们水上也是专门出台了一个这个就是信用谱会 公保保证这个贷款 不能再像之前那个贷款一样 一定要按时传还 哦 哦 哦哦 好好好 哦 哦呀呀 签了字按了手印 通过工作人员的解释 才让公保知道 由于自己征信的问题 不能保证他申请的五万元贷款 如数发放 即便这样 才让公保也想尽快拿到钱 因为在他看来 得到贷款就等于得到了保障 贷款问题 总算得到了解决 这段时间 一直因为贷款而闷闷不乐地 才让公保松了口气 感谢观看 由于受先前疫情的影响 合作社选择木工的会议还没召开 随着时间的推迟 合作社的牛羊 即将前往夏季草场 才让公保能否获得 夏季草场放木的资格 成了未知数 眼下虽然办理了贷款 但是还没有审批过关 才让公保依旧很忐忑 他的心结到底能否解开 请继续关注 公监日记 请继续关注